睽違兩年再開場 療傷天后新消息 經典五月要開三場演唱會 與好久不見的歌迷再見面 他透露除了經典歌曲之外 還將自己私藏的曲目 也跟聽眾一起分享 期待再度用歌聲療癒歌迷的心 熟悉的迷人嗓音 令人陶醉 療傷天后新小綺睽回兩年 將在五月開演唱會 不只演唱經典歌曲 還將有私藏曲目與歌迷分享 很多時候的演唱會我沒有唱的 這些所謂歌迷私房的歌曲 我這次安排了 應該有個兩三首 一兩首這樣 然後別人的歌 有女歌手的歌 也有男歌手的歌 然後當然也有台語歌 一首首筷制人口的歌曲 撫慰人心 演唱會名稱回報以歌 希望能一掃去年陰瑪以歌曲 感謝歌迷 另外還透露新單曲 很快就會與大家見面 這個單曲就是我比較不是用唱的感覺 就唱歌嘛 不就唱嗎 可是沒有 就是比較是像一個 從內心發自內心的一個訴說 就是跟你訴說一段事情 或者是一個感覺這樣子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襪子 和你身上的味道 今年的演唱會除了兩場在台北外 另一場即將回到老家台中開唱 讓新小綺相當興奮 演唱會甚至還與工藝結合 將周邊商品扣除成本之後 捐給慈善團體回報以愛 記者綜合報導